退休生活呀 就是让人羡慕 昨天晚上我睡得有点晚了 今天早上睡了个自然醒 现在都九点了 我还没吃早点了 这不我自己想吃什么 我就给自己准备个早点 刚烤好的这个豆包 用锅里的那点热气 把牛奶热了一下 把它倒到杯里边喝 牛奶里边加点这个红茶的莓果 十锦麦片 煮鸡蛋 焯了点白菜叶 还有半个青椒 我也不放香油 我也不放生抽 也不放其他的佐料了 我只放我这个欧芹大蒜盐 这个欧芹大蒜盐里边 只有欧芹还有大蒜粉 还有盐 撒上它可香了吃的 这个拌菜特别OK 尤其是煮鸡蛋 撒上欧芹大蒜盐 更好吃 就这么简单 早点准备完了 大蒜盐配着这个鸡蛋 真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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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来点 有点淡 那么多菜都吃了 就剩了几块橙子 没吃 沉一会儿 我再吃这水果 在家里自己做早点 吃得特别的舒服 而且是你想吃什么 吃什么 好多网友就说 那咦 我看你总到外边吃那个 什么嘎巴菜 什么老豆腐 然后还配一根油渣的大果子 那个多不健康呢 其实我是这样想的 就是我们每个人 都有他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 别管是吃的玩的 是吧 只要你特别想做的事情 你又不是说天天去做 偶尔的吃一次油渣的大果子 我觉得对身体也不会有多大的损害 但是呢 它能给咱带来快乐 我们平时在家里吃早点的时间 还是特别多的 你就可以多准备一点自己健康的早点 看我今天这一餐 是不是又健康又有营养 是吧 我说到这个健康营养了 给大家推荐一下 吃早点 可以备点这个 我们这个食锦麦片 不光是这一个品种 好几种了 还有这个欧芹大蒜盐 特别特别的好吃 拌上菜 吃不下去的那些生的菜 你拌上它都可以吃 我也把咱们这个欧芹大蒜盐 还有这个食锦麦片 他们的购买链接呢 放在视频的下方 我也放在我的橱窗里 大家需要呢 可以去下单 所以我说哈 退休是不是令人羡慕 现在好多年轻人呢 特别羡慕我们退休的 确实是有退休金 养老金 而且还有闲时间 想起个玩就起个玩 睡到自然醒啊 确实我都特别知足 知足者常乐啊 别管养老金多 养老金少 虽然我只有三千多 但是我很快乐 好了今天的视频分享 咱就到这儿了啊